歡迎來到今天進展全球 我是主持人詹詢一 美中科技戰在先高潮 現在美國風沙TikTok 已經擺出了起手式 但是美國年輕人生活 早就被中國開發的應用程式 全面佔據 美國國會上週 把TikTok執行長周壽司 請去針對資產的疑慮 來接受整個拷問 但比資產更嚴重的問題是 美國五大熱門App 摊開一看 前四個通通都源自中國 全球最賺錢的手遊 前兩名同樣也出自中國 因此你就算你進了TikTok 還有千千萬萬個應用程式 可以作為中國宣傳洗腦的管道 對年輕人還是可以造成影響 我們從美國三月份 下載次數最多的App 排名第一的來看看 你看到第一個這個叫做Timo 它其實就是在中國拼多多的海外版本 再來是Tito 搭配使用的剪輯軟體 它叫做剪映 那麼其實是真的很多人在用 那麼第三名跟第四名 我們來看到第三名就是Tito 那麼第四名 這是一個快時尚零售商 叫做Shin 基本上前四名通通都是來自於中國 第五名才是美國的臉書 那麼隨著美國加強對抖音的審查 這些其他App似乎都要跟中國特別來保持距離 我們剛提到這個第一名Timo 它是拼多多的海外版 可是它的總部居然是設在波士頓 新英姆公司的注射地 就是在二零二一年從香港改為了新加坡 那從排名變壞也可以看到 這些源自中國的App都在美國快速的竄紅 像是現在第一名的這個P5 才推出短短七個月 它從三百八十多名爬到了第一名 而不只是一般的手機App下載 在整個手游市場也被中國佔據 全球手游收入最高的前五大手游 你看到排名前三名 同樣來自中國 包括王者榮耀 絕地求生案以及元神 經濟學生指出了 美國政府要防的 恐怕不單單只有社群軟體而已 加大總理杜魯道也表達了他的遊行 這些源自中國App 不只靠著演算法融入人們的生活 根據《華爾街日報》 這些高人器App都是由年輕一代的科技 企業家創建 因為中國市場競爭相當激烈 趨於飽和 當他們改成面向海外市場 尋找機會時 會不惜雜重本 使用昂貴的技術人才 來增進成品推廣用戶 讓這些中國App 即使面對西方國家打壓 還是靠著超高人器發揮影響力 TikTok執行長周壽滋聽證會上遭美國官員 圍攻還不夠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華納 23號受訪時再開炮 國際版抖音是中共非常強大的工具 難道要等習近平發話已經準備好扣板機入侵台灣時 再來禁止TikTok嗎 爭議持續延燒 中國外交部也一再反擊 而現在法國也跟進宣布 24號期禁止公務員用公務機玩TikTok 目前嚴禁公部門使用國家 包括美國 歐盟 台灣等至少10國 只不過美國政府大動作要進國際版抖音 也讓當地用戶質疑 違反自由和民主 目前美國國內每月高達1.5億活躍用戶 一旦禁用孔詩年輕世代選票 甚至進一步引發示威抗議 如何在監管和公共輿論中 取得平衡成為華府一大挑戰 近新聞 走路報導 而是看到是整個歐美銀行業的危機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倒閉德西股銀行 今天確定大部分資產 將由美國另一家區域銀行 第一公民銀行折價來收購 象徵在美國的銀行業風波 佔告一段落 不過在大西洋彼岸的歐洲 現在卻是一週一報 繼瑞士興代之後 德意志銀行也突然告急了 上週五他們的股價一度暴跌 百分之十五而象徵違約倒債風險的 CDS是極速的飆漲 避險基金突嬰開始盤旋在歐洲上空 各大央行為了防範流動性風險 趕快籌措淫淡了 來跟突嬰對決 他們不只是大賣美債 還透過聯準會的美元 赴買回協議機制 向美國掉頭寸 我們可以透過圖表 更明顯看到了 截至到三月二十二號 的一個禮拜之內 外國的官方機構持有美債大減七百六十億美元 這是創下二零一四年三月以來的新高紀錄 同一時間 外國央行動用聯準會美元融資的金額 是高達了六百億美元 也就是下方的部分 也抓新了歷史記錄 這遠遠超過疫情高峰 寫下的就記錄 當時是十四億美元 歐洲銀行業現在整個風險 快速增溫 那麼反映債務違約風險的CDS 價格是瞬間飆漲的 除了德國最大銀行 德意志已經超車 瑞士最大銀行 法國最大銀行 法國巴黎銀行 以及英國巴克萊 他們的CDS 也都是快速達升 而熱銳性爆發危機之後呢 這段全球曾經為你報導過了 全球投資人都很擔心 德意志銀行 可能會成為下一張倒下的骨牌 所以也帶動德營 他們的CDS 利差是大幅的飆升 CDS指的就是信用違約交換 可以視為叫做違約的擔保成本 我們從途中可以看到了 德營五年期的優先債CDS 利差從不到一百基點 也就大約這個位置 已經是直線 衝破了兩百二十個基點 就是創下了四年多的新高 那次順位再更誇張了 從兩百多個基點 一口氣衝上了五百個基點以上 再來到三年前 就是疫情爆發之前的最高水準了 那麼雖然說等於 CDS短線大漲 但是和其他整個歐洲的主要銀行 相比他的利差 還不是最高的 我們來看歐洲四家主要的大銀行 他們的CDS走勢 即將被瑞士銀行 UBS收購的瑞士信貸瑞信 瑞信也就是紅色掉線了 他的利差一度是標破了一千個基點 那現在已經回落到這個位置 大概就是兩百出頭附近 那德營雖然CDS同樣上升 可是你看在比較下方的位置了 他目前還是低於瑞信 而法國的新業銀行 也大約落在一百五十個基點左右 是更低的 不過有一家銀行 比我們講的這三家銀行的 CDS的利差都還要來得高 那就是義大利的玉信銀行 他的CDS已經超過了三百個基點了 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CDS顯示 也許玉信銀行的狀況 或許會更令人憂心 那除了CDS之外 歐洲銀行股最近也隨著 整個市場的恐懼升高 涌現很沉重的賣壓 跌得最慘的不是別人 就是瑞信 瑞信的股價表現原本就落後其他同業 那麼在整個危機爆發之後 狀況更慘了 這個月以來暴跌超過了七成 累計算下來 過去整整一年的跌幅逼近九成 那其他業者的股價 也被瑞信拖累 得盈的股價年初以來下跌超過二十 那麼過去一年的漲幅 大約是過去一年的跌幅 大約是跌將近三成 OBS的股價同樣承受壓力 但是沒有得盈這麼樣的嚴重 不過在整個銀行危機影響之下 歐洲整體的銀行股 也就是上面這個紫色的指數了 已經扭轉今年初以來 其實一開始他們表現是很亮眼的 過去一年來的漲幅 因為在這幾天還有這些危機的關係 可以說真的是通通湧現賣壓 並且瞬間歸零 前週四期待會掌握未來七天 每天日四小時重要的財經大事 這個禮拜比較重要財經事件來看 都集中在週五 打頭正是中國的三月製造業 PMI 隨著解封後的經濟好轉 市場預期三月 PMI將會維持在榮枯線 五十以上 也就是代表景氣勢 維持擴張的 接著是歐元區三月的通膨數據 外界預估整體CPI年增率 渴望大幅下滑大約一個百分點 但是不含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年增率 預估將會進一步上升最創新高 那如此一來也無助減輕歐銀升息的壓力 此外還要留意的是美國聯準會 他們特別關注而且喜好看的PC物價指數 最新二月核心PC年增率 預估將和一月持平 而聯準會上禮拜才為了救銀行 沒有加碼升息 通膨居高不下 那就讓整個官員們的處境 勢必是更加為難 再來鏡頭回到亞洲 整個美中關係持續的緊張 不只供應鏈大舉撤出 中國往印度移動 以美國為首的G7 現在也積極拉攏印度 強化抗中力道 印度的經濟前景看竅 同時也成為投資的一大熱點 到底印度具備哪些優勢 又該如何布局呢 我們今天請到專家是群一頭信的 基金經營人林光佑 來替大家解析 基金經營人你好 確實印度可以說是這波企業 脫中潮的最大社會者 被視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像是鴻海就積極在印度 擴大整個iPhone的組裝產能 三星也全出將擴大投資印度 那我們想請教了 相較於中國印度具備 哪些更有利的條件 而哪些地方又比較不足呢 印度在莫迪 2014年32年來就開始打著 那個印度的口號 那他就是企圖用很多吸引外資投資的重大政策去吸引外資 進去印度投資 那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呢 就加速了這樣的一個趨勢的進行 那相較跟中國的比較部分的話 印度的優勢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人口結構是相對比較年輕一點 譬如說他的平均人口年齡大概是28歲左右 中國的話則是有37歲 這就是一個很顯著的差別 然後另外一個來講的話就是說他的一個人均所得目前是2400塊美元 大概是中國的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這樣的因素呢就是讓外資如果去進入印度市場投資的話 就直接享有一個比較便宜的國資成本的優勢 那另外來講的話就是說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 那跟多數國家都是交好的狀態 特別是跟美國的部分 所以他如果將來在他出現壯大過程當中的話 應該不是會跟中國一樣 面臨到在貿易上被制裁的一個風險 那這個就是優勢的部分 那至於在劣勢的部分呢 就是說因為印度畢竟是一個 比較早期的新市場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的一個基礎設施是相對比較落後一點 然後呢 他的電力成本也是相對比較偏高一點 也常會有一些電力短缺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就是最主要的 他的一個劣勢的部分 那除了印度之外 不少企業也選擇把生產線移到東南亞 那如果和整體東南亞相比 印度又有哪一些優勢和劣勢呢 與東南亞國家相比的話 印度最大的優勢就是在他的一個 龐大的一個內需的商機 那外資在考慮進入印度市場的時候 他不僅是想要把印度 取代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工廠 然後另一方面來講的話也是希望 藉此可以去進入印度市場 那這就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優勢的部分 那另外來講的話印度跟東南亞條件 最相同的一個國家 越南還相比的話 人均所得或者說他的一個勞動力成本 大概是比越南便宜20%左右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他相較越南來講的話是比較有弱勢的部分 那至於在越南的部分呢 就是不同跟剛剛中國還相比的話 就是說他的一個基礎設施是比較莫合一點 然後他的一個勞動力的一個規則也是比較繁瑣一點 這就是他的一個比較劣勢的部分 不過因為印度這幾年就是已經持續在改善這個部分 所以我認為他將來的這部分的一個 越是應該就慢慢有改善的空間 好那也確實印度製造 比較渴望崛起 不少專家看好印度的投資前景 那如果想要參與這波題材的投資人 可以如何介入呢 那又該如何掌握投資的時機 印度市場目前是不允許國外的個人戶去開戶 進入開戶投資 所以只能允許外資的一個法人的一個投資方式 這樣子而已 所以如果我們投資人 國內投資人想要去參與印度市場的話 目前只能藉由共融基金的一個方式 至於在投資時機方面 我認為印度的一個市場 如果大家長時間點來看的話 長期來講的話 趨勢都是一個少數一個創新高的一個市場 只是說他的一個股市的分控性是相對比較大一點 也就是說他的一個上漲速度和下跌速度都很快 所以我們投資印度市場方式的話 就是掌握他的時機就相對比較重要一點 那我認為比較好的時機 通常都是他發生一些比較重大的 一些經濟或者是一些政策改變 像千幾年流行的一些新冠疫情 把他的指數打到一個比較便宜的位置的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佈局的時機 好 那我們看投資海外資產 其實匯率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那基本上在聯準會大取升息之下 現在美元強勢 那非美貨幣就比較弱了 印度魯比對美元 在去年也是大幅的貶值 那今年的匯價怎麼看 有沒有可能雖然聯準會升息邁向終點 因此他的這個整個匯率來看 可以上漲一波呢 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的話 對於印度魯比的一個壓力 就不會像去年那麼大 而且因為印度央行 他其實在最近有釋出 因為他想要去降低一個說服性通宏的壓力 所以他必要時他會去干預外匯的手段 去抑制如比的一個貶值 所以我是認為說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而且這樣持續會有一些外資的直接投資 和股市投資會入印度市場 所以我覺得今年對印度的一個 匯率來講話 應該不會像去年來講話 比你比較大的壓力 好 我們感謝增加的解析 休息一下 繼續 進展全球 歡迎來到進展全球 中國這幾天舉行一個叫做 中國發展的高層論壇 意思就是說他們要大開國門 歡迎外國企業來投資 博士在此刻卻傳出美商 美斯明治企業的中國員工 遭到拘留 此外有一家日本企業 駐北京的主管 因為涉嫌違反間諜法 遭到逮捕 也再度引發在中國跨國企業的疑慮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二十五號到二十七號 一連三天北京召開 各國企業拒搏 受邀前來 美中貿易會長艾倫表示 美企在中國製造的產品中 百分之七十七可以銷售當地 只有百分之七回流美國 因此美國再終投資非常重要 美國企業大佬樂觀看待 而中國外交部長秦剛二十五號 也親自會見美方工商界人士 秦剛指出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中美關係搞好了 世界受益 反之世界遭殃 秦剛表示 目前中國經濟復蘇 對外持續展開國門 對美國工商界三重利好 遺憾的是 中美關係依舊春寒料鞘 盼望兩國深化合作 只不過雙方貿易看似有望回暖 中方卻在背地裡小動作不斷 大門緊閉上鎖 美國美斯明治集團北京辦公室 徒遭官方收查 五名中國員工被捕 不只如此 一名日本企業駐北京幹部 也遭逮中國當局 懷疑他從事間諜活動 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 只會越開越大 環境會越來越好 大動作帶外氣員工 如今看來 顯然和北京當局說的空話 自相矛盾 中美貿易持續暗潮汹有 而22號開啟四天坊中形成的 紐西蘭外交部長馬虎塔 和北京談合作 不忘和秦剛反映中國人權問題 以及台海緊張擔憂 中美貿易持續博弈的同時 兩岸局勢同是國際關注焦點 近新聞 總部報導 而在中國最近是爆發了A流疫情 很多的中小學成為政策區 逼著校方不得不停課 給陳先生教學 那隨著疫情擴大 現在相關的藥物需求 也再度爆發 假型流感 也就是我們一般說的A型流感 最近在中國各省市爆發 情況相當嚴峻 不少民眾都在社群網 看上上傳影片訴說當地疫情情況 校園變成重災區 上海的假流是從上個月底開始爆發的 到現在真的要整整一個月了 主要是在學校中 孩子中間爆發的範圍比較大 現在的情況就是表面看似風平浪靜 但是你到醫院以後就瞬間讓你清醒 那場面太讓人震驚了 我覺得這次假流真的是比新冠要嚴重很多 還有中國網紅念的小學 班上就有五名同學感染 你的學校不得不緊急停課 以免群聚感染擴大 媽媽你知道為什麼老師這麼著急發消息 讓你們把我們接回來嗎 是因為我們同學又有幾個得假了 然後老師上包給了上級 讓我們趕快回家休息 免得得假的人越來越多 而在鄉下地區的醫院 排隊看流感的病人也是大排長龍 根據北京市要監局的數據 今年以來客流感的投放量達到320萬核 是去年同期的10倍以上 間接證實了假流疫情相當嚴峻 民間可說是一藥難求 我不留在心裡有很多的疑問 孩子現在打的疫苗真的很全 而且有的很多自費的疫苗 一針都六七百 但是為什麼諾如病毒和假流 孩子一顆都沒逃過呢 北京當局在上週接連批准 新的藥物和兩款疫苗投入使用 其中一款食藥集團的mRNA疫苗 連二日起臨床研究都沒完成 也不經令人懷疑 背後是否有利益黑幕 新新聞 周春捷 王竹瑩報導 俄羅斯呢 現在整個渥熱戰事還在持續 他們竟然又宣布說 要在白俄羅斯領土部署核武 引發西方各國同聲譴責 但事後呢 白宮還有捷庫分析都指出 目前沒有俄國可能會動用核武的跡象 普丁則說了 那是因為英國你們先要提供 烏克蘭新的武器 我才會揚言我要打核戰 俄羅斯總統普丁宣布 與白俄羅斯達成協議 在白俄領土內部署核武 嚇壞一票西方國家 但美國白宮26號出面還家 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也分析核戰風險 依然極低 因為普丁是會規避風險的人 雖然多次放話 但實際目的只是要動搖西方決心 英國日前聲明表示正考慮向烏克蘭 供應平右彈 戳怒普丁 還揚言如果烏克蘭從西方獲取平右彈 莫斯科也會在烏克蘭部署同樣武器 烏克蘭26號向聯合國安理會 要求周開緊急會議 國防委員秘書長丹尼洛夫 更控訴克里姆林公把白俄羅斯 當作核武人質 是讓白俄國內更不穩定 歐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也譴責 白俄羅斯持有俄羅斯核武 是對歐盟安全的威脅 而且極不負責 歐盟將考慮進一步制裁 核武對峙升溫 也讓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擔心 已經狀況不穩定的 烏克蘭札波羅熱核電廠 將繼續成為戰爭攻擊目標 拜官員二度視察 歐洲牽一法動全身 核武成了各國談判籌碼 新新聞 林美杰 林立位報導 以色列總理想透過司法改革 合理化自己的貪污 但導致現在大批民眾走上街頭 以色列警方使出強力水柱 試圖驅散毒株特拉維夫 主要公務的示威群眾 但民眾依舊不退散 閃到一旁 再繼續和警方嗆聲 雙方陷入混戰 以色列反司法改革 二六號在升溫 各地都有民眾徹夜抗議 因為聽到國防部長葛朗特 被總理納坦雅虎開除 民眾更怒了 在主要公路焚燒雜物阻礙交通 以色列時報估計 在特拉維夫的抗議活動 有十九點五萬人參與 十位群眾還包圍 總理納坦雅虎的住所 一度衝破了警戒線 被警方高壓水柱驅散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虎二六號碗突然開除六十四歲的國防部長格朗特 既沒公布接替的人選也沒說明細節 格朗特隨後推文指說以色列的安全狀況一直是也將是自己一生的使命 而他被解職的前一天對納坦雅虎公開唱反調 指抗議嚴重危及國家安全 呼籲總理暫緩司法改革 成了第一個公開唱反調的資深內閣官員 靜新聞綜合報導 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也請您按讚分享 持續訂閱鎖定 節目最後等你到穆斯林這一屆月 看看各地活動 全球感謝收看 我們下回見 主題主題字幕下載